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捷径的功能 捷径在Windows底下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但是它非常好用 如果你能够善用捷径的话 工作效率增加10倍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会用好几篇教学来介绍捷径的应用 但是这一篇我只介绍捷径的功能 捷径的应用以后再一篇一篇的介绍 捷径的第一个功能是将资料夹的位置 新增捷径到桌面和工作列 透过捷径快速开启资料夹 这个功能就像是哆啦A梦的任意门 只要把任意门打开 就可以到你想要到的位置 比如说我在低潮 有一个公司的资料夹 现在选择电脑 选择低潮 选择公司这个资料夹 现在进入公司这个资料夹里面 如果我没有新增捷径在桌面上的话 就要经过这些步骤 现在新增一个捷径到桌面上试试 点选一下低潮 将滑鼠移到公司这个资料夹上面 点选滑鼠右键 选择 传送到 选择桌面建立捷径 关闭公司这个资料夹 现在桌面上多了一个公司这个资料夹的捷径 点开这个捷径 大家看 透过桌面上这个捷径 可以快速开启公司这个资料夹 就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一样 捷径的第二个功能是将程式、文件、档案 新增捷径到桌面 开始功能表和工作列 透过捷径快速开启程式、文件和档案 比如说 我们先到公司这个资料夹 将滑鼠移到测试1这个word上面 点选滑鼠右键 选择传送到 选择桌面建立捷径 选择桌面建立捷径 但是这个功能和AE的我的最爱 或者是Google框的书签功能重叠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新增 选择捷径 将Google首页的网址复制贴上 选择下一步 输入这个捷径的名称 点选完成 桌面上新增了一个Google的网址捷径 点开这个捷径 到过这个捷径可以快速开启Google首页 了解捷径的功能和应用 可以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 谢谢 谢谢